前些日子有个新闻说我国你制定爱国主义教育法案 该法案的草案已经提请全国人大审议了 毫不意外这看似非常正常的事情 又戳破了国内自恨之人恨国党的玻璃心 最近我看到好几个了 找了两个粉丝量还可以的 并且已经被我打掉的内容给大家长长见识 首先看第一个视频 这个B第一句话就说很多学校在过度培养家国情怀 他说这是建立在仇恨的基础上 他还说学校不包场看人类经典电影 而是不断灌输让孩子仇恨别的国家的小粉丝想 他说爱国行为变了味道是蒙着眼睛自嗨 看见了吗各位 今天在短视频平台上依然能找到这种古木派的臭公知 真的是宾威物种了 短短的几秒 他的每一句话都有问题 都在带节奏 我知道大家的大嘴巴子已经饥渴难耐了 但是请让我说个开头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朋友磊哥 首先他说学校在过度培养家国情怀 这里我想问一句 咱们中国的学生是每周一举行升级仪式 而美国的学生是每一天都要对着国旗宣誓效忠 请问谁在过度培养 下一句 他说这是在建立仇恨的基础上 这里他就是唇坏了 他掘什么屁股 喇什么谢特 我是太清楚了 他这话的意思就是反感咱们对于抗日战争历史的宣传 他认为这是在培养仇恨 那关键的问题就来了 发动战争的人满手沾满鲜血的日本战犯 他们的后代至今没有道歉反悔 咱们作为受害国家 为什么要原谅加害者 一旦受害者忘记了这段历史 那加害者找到机会 他一定会变本加厉 下面一句 那个味更冲了 他说学校不包场 看人类经典电影 而是不断灌输让孩子仇恨别的国家的小粉思维 这句话还不明白吗 学生们都去看长津湖 让家庭不高兴了 他说这是小粉红思维 那他说的人类经典电影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呢 毫无疑问啊 就是好莱坞的那些玩意儿呗 美国人拯救世界 美国民主自由 美国超级强大 美国一直在用好莱坞对外输出美式价值观 这是谁都知道的事儿 就连美国自己都毫不避讳 那按他的意思 那精美美吹得从小培养是吧 他这段视频啊 用定眼喷了三分钟 我截取了前面的一部分 他后面的重点主要是说 应该做世界公民 结果一看这个BK 是尼玛干教育留学咨询的 真的是嘴上是主义心理 刀腾娘的是圣医啊 那我问一下子 世界公民如果处事了 找哪个大使馆啊 世界公民的护照是哪个国家给你发的啊 还他娘的世界公民 我一个大嘴巴的修正你的人格 在1945年 美国中情局头子 艾伦杜勒斯发表的演讲上 他明确提出了 瓦解社会主义国家的手段 其中一段是这么说的 他说我们要从青少年抓起 要把主要的赌注压在青年身上 要让他们变质发美腐烂 我们要把他们变成无耻之徒 庸人和世界公民 我们一定能做到 看见了吗 在人的嘴里世界公民根本就不是一个好词 那是他希望你变成那个德行 不过他说这些东西在美国好像都成为现实了 所谓的世界公民就是完全没有国家的观念 完全没有政治的意识 思想完全被殖民主义征服 见到杨大人他就哭叉就跪那 这种人你稍微给了点狗粮 马上就当汉奸 这还没完事 我这还有一位奇葩 这位的话术 那叫一个古墓 可以追溯到元慈郎时期 大家看视频 今天我就想说说我理解的爱国是什么 爱国是理性的批评 而并不是因为他在美 看看人家这第一句话爱国是理性的批评 而不是一味的赞美 看看是不是跟元慈郎那货一模一样 元慈郎倒是说不为君王唱赞歌 问题是你每天光批评了 我也没看见你们赞美 另外批评和赞美那都是可以爱国的 凭什么咱们就不能爱国就不能赞扬了 看看人家这套路 开头第一句话直接给你搞对立 让你在批评和赞美中二选一 他还得给批评加一个 我们是理性的批评 这迷惑性很可以了吧 这才第一句话 咱们继续 不是极端的民粹 而是要具备人的温度和理性 第二句话 不是极端的民粹 而是要具备人的温度和理性 这第二句话 就是属于放没有味的批评了 什么叫民粹 什么叫理性和温度呢 不是人云云 而是读书名识 第三句话 他这一说就四个大字 没有文化 说的什么玩意儿 词都用错了 那叫独使明智 后面还有一句话 见网之来 他这一掌嘴就让人看见他嘴里的裤杂了 人以是非定立场 奴以立场定是非 他这下一句话更搞笑了 爱国本身就是个立场的问题 结果让他一句话给说成奴隶了 那如果按他这种说法 那美国天天那边对着美国国籍效忠的那帮学生们 那可都是奴隶啊 爱国是独立思考 爱国贼是无脑的强头草 下一句 人家直接不装了 他说爱国是独立思考 爱国贼是无脑的强头草 看看是不是又一个原刺狼 说到第五句话就开始扣帽子了 大家再看 先看下一句啊 爱国现在爱自己的同胞不是吗 你连自己身边的人都不曾爱过 爱过综合担心的 爱国者不是不允许别人有不同的意见 随意给别人贴上汉奸间谍的标签 他说爱国要先爱自己的同胞 那他为什么要给爱国的同胞 扣上一个爱国贼的帽子呢 他自己爱自己的同胞了吗 下一句话更搞笑了 其如约翰逊说 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避难所 此言不虚啊 爱国主义是流氓的庇护所 这句话臭公知经常用 他开始啊 举着红旗反红旗了 这里插一下这个逼直播时候说的话 就你们爱 你们就给同胞贴标签就叫爱吗 我得把我父亲掺之那种 你全拿来给你看 我爸爸是1949年出生的 我爸爸带的一个连队是全 全什么什么什么 整个全唯一的一个双千连队 他说自己是红三代 那红三代就教育出来这么一个臭公知汉奸 你这也属于假门不幸啊 爱国主义对他来说 那确实真的是流氓的庇护所呀 那再看下一句更离谱了 爱国者倡导和平 爱国贼则希望战争 他们很吃血 他说爱国者倡导和平 爱国贼则希望战争 那如果按照他这个逻辑 那整个美国都妥妥是爱国贼呀 美国到处都是军人基地 围着咱中国就300多个 人家打仗用的导弹都叫爱国者 那妥妥是爱国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呀 不是一帮无脑的一颗团 攻打使馆 乱随便杀人 袁明元怎么会扶植一句呢 哎你看看 我说他是小袁慈郎吧 开始玩历史虚无主义了 公然给八国联军洗地 这种玩意儿 是不是应该直接一个大嘴巴就完事了 看见了吗 各位 现在这群古墓派的抽公知 在微博上都混不下去了 都流窜到短视频平台去了 这俩玩儿 我都给举报到封号禁言了 大家放心啊 大家看看啊 国内要把爱国主义教育立法 把这些臭公知给激的呀 为什么他们这么着急呀 因为这就相当于绝了他们的根子呀 以后没人听他们放了屁了 他们可不就着急了呗 其实说实在的啊 对于爱国主义教育啊 咱们真的应该好好跟美国人 学习一下人家先进的经验 人家美国那才是真正洗脑式的爱国呀 所有学生每天啊 被一遍效忠宣誓词 影视作品里面 拯救世界 他必须得是美国人 领导世界的国家必须是美国政府 所有对美国不利的影视作品 必须全部封金 入籍宣誓的第一句话 就让你彻底背叛原籍的国家 你要说爱国教育 全球这么多的国家 有一号算一号 那美国绝对是头子 结果咱们国家也要学习美国先进经验 把爱国主义教育立法化了 这帮臭公知马上集严了 不乐意你滚到美国吃甜甜圈去 你不乐意你滚去顶胖的广场挡瓜壁呀 你看人袁次郎这么骂他 这么迫害他 人家就不去美国 现在为什么叫这帮人古墓派臭公知呢 因为这帮人十几年了 一点进步都没有 还那个比亚 说实在的 如果一个人啊 30岁40岁还看袁次郎 那他的认知就属于小学一业的程度了 十年前刘嘉玲在微博上表达自己的爱国之情 结果遭遇到了空前的网报 当年说句爱国都要被网报 这十几年下来 这帮玩意就害怕人民群众公开说爱国主义 为什么呢 逻辑特别的简单 因为他们的心里啊 中国人他不能爱中国 但是你得爱美国呀 这不就是他们培养汉奸带路党的方式吗 在袁次郎这帮人的心里啊 爱国主义是最高级别 那得是爱美国才叫爱国主义 他们认为那是普世价值啊 但是如果中国人爱中国 那他们就说你是爱国贼 说你是流氓最后庇护所 这个套路他们玩了十几年了 眼看着他们十几年 对民众洗脑彻底的失败 这帮人破防了 从这就能看出来 如果我们上了他们的当 如果我们放弃了爱国主义教育 那国家的归属感 民族的认同感瞬间都消失了 那最终的结局 国家肯定是要分裂的 这不正好契合了美国跟日本当年宣传的中国七块论呢 为了不让他们得偿 那我们必须得在爱国主义教育上大张旗鼓的学习美国 向美国的好莱坞学习 认认真真轰轰烈烈的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让所有人都以爱国为荣 让这帮臭公知永远活在鹰沟里面 好了 今天就先跟大家聊这了 感谢各位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